一個共同的旅遊 由我們的同學 阿瑪丹 阿巴德里 展示了今天 一個新的探訪 的新的探訪 從二十六世紀 七世紀和五世紀 這裡是埃及現代首都 開羅南方 古埃及的第一座首都 孟菲斯 統一上下埃及的法老王 美尼斯 在這裡奠定古埃及 三十一代王朝的基礎 留下無數文化瑰寶 現在 年代最久遠的 塞加拉階梯金字塔附近 又有了新發現 沿著深約三十公尺的樹井 往下探索 就是沉睡了 兩千五百多年的知識寶藏 他們發現了 35個媽媽 5個石頭 一塊石頭 一塊石頭 他們發現了 一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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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被牠們 使用了牠們 也發現了 我們認為 會牠們是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 神魂順利歸位 必須將屍體完好保存 除了使用各種珍貴香料防腐 用好油也是關鍵 一直以來 現代人始終難窺其傲 這次或許能破解謎題 專家說 木乃伊是在上方的工作坊完成防腐後 再埋進地下三十公尺的墓穴 有些是單獨下葬 有些是合葬 生前社會地位也決定了死後的待遇 大愛新聞 江文婷編譯